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寻经问道 今天是4月4号星期一 我是雨林 我在新加坡 今天请到一只米老鼠来跟我做饭 因为今天要讲这个迪斯尼帝国 它的沦陷 那么迪斯尼的老幼嫌疑呢 已经成为过去了 首先从哪里开始说呢 就要从上个月三月开始说 三月初在佛罗里达州的国会 就通过了一项HB1557法案 后来呢 它也被反对者 这个法案的反对者就称为是叫做 Don't say gay bill 就是不准说同性恋法案 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关于 在佛罗里达州的公立学校里面呢 就老师不可以再向学生灌输 或者教导关于性取向啊 还有同性恋倾向啊 这些的意识形态 那这个法案呢 就在三月二十一号那天 就由州长Ron DeSanders签名通过了 那Ron DeSanders在签名通过的时候 他还说 他说学校老师 你们就应该教好孩子写字啊 认字啊 教历史科学数学这些东西嘛 还有啊 学校老师竟然还会鼓励学生 对于自己的性取向啊 对于老师教我关于同性恋的东西呢 要隐瞒家长 如果我要变性啊 如果我认为我是有其他的性别 就不要告诉家长 哪里可以有老师对学生做这种事情呢 所以这个法案呢 应该来说是一个很需要的一个法案了 老师说你可以想象 老师不可以教孩子同性恋和变性的东西 还需要立法来禁止吗 其实是蛮可悲的 那我当然个人不反对这个法案 这个是一条保护儿童 不被那些变态的老师来洗脑的一条法案啊 但是呢 我是不反对 但是我认为啊 就是说 现在美国的普遍道德极度的败坏啊 简直就是到了变态的地步了 还有就是人性的邪恶 这些老师们啊 自己作恶 还要不断的强行的灌输孩子们 也有这种这种变态的思想啊 所以这种人性的邪恶的流露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靠一条法令来阻挡的 现在美国走到了这一步呢 我觉得这条法令啊 而且只不过是这一个州的一条法令 其实是躺避挡车 阻挡不了整个大潮流的趋势啊 那所以这种时候啊 要保护我们的孩子当然很重要 但是呢不能只靠这么一条法令啊 其实保护孩子主要是要靠家庭啊 父母亲的陪伴 家庭有正确的信仰上面的建立和品格的建立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但是呢怎么说 有这条法令也好过没有了 我想在几年前十几年前 你怎么可能想象 要立法禁止老师教导孩子去变性和有同性恋行为啊 但是现在有这样的法令来阻止一下 那么对孩子保护一下是应该的 但是要知道啊 左派在推动他们的理念上面呢 是寸步不让的 就是说你这条法令 有用也好没用也好 只要是对保守派 有一点点的保护的 我们都一定要大力的来反对 左派是斗争嘛 所以他们是从来不会停止斗争的 这个是右派的左右的分别啊 右派经常就妥协啊 所以每次右派妥协一点点 左派再近一点点 右派又再妥协一点点 左派又再近一点点 那么你看走到了现在这一步 左派在推的是些什么东西啊 然后当右派想要稍微反击一点点的时候 哇 左派的那个 他们的斗志就更加的激昂了 所以这条法令推出以后呢 左派就马上给这条法令一个名字 叫做Don't say gay view 就是你看你们吓到 连gay都不准老师提吗 当然啦 哪一个家长希望老师整天跟孩子说 gay呀 gay呀 gay这种东西的 那首当其冲 好莱坞明星当然就不干了 他们就不会放过任何鼓吹性淫乱的机会的 所以他们就马上反对这条法案 所以奥斯卡 今年奥斯卡一开场的时候 那些主持人就说 今天晚上是gay night 你们要don't say gay 我们就偏偏要say gay 所以他们就对着干 然后拜登总统呢 伪总统啊 辅拜登 他呢 自己在这个俄务问题上面呢 油价问题上面 国际问题上面焦头烂额 这个时候当然就不能够放过表演 关怀LGBT的机会了 所以就马上发推 来反对这条法案 还公开发言 支持LGBTQ 当然就是大爱呀包容啊 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这个美国的大家庭 我们欢迎你们 我们爱LGBT啊 讲这种话 好 可是这一次 对于这条法案的反应 最令人注目的 应该就算是迪斯尼公司了 迪斯尼公司呢 一开始是保持沉默 后来是公司内部的 那种Wook的员工 就是那些公司里面的左派员工 那我知道另外有一篇文章说 其实迪斯尼公司里面 绝大部分的员工 是支持这一条法案 或者起码说 不介意这条法案的通过 但是呢 永远会有小部分的左派的员工 那他们呢 就是他们人数少 但是他们的声音最大 最激进 最积极的采取行动 所以这些左派员工 就写信来谴责迪斯尼的总裁 Bob Chepak 说他处理不当 要求总裁呢 要公开表态 于是迪斯尼就公开的 表示呢 要推翻这条法令 所以他们就觉得 对这个是时候 我们要表态 要Wook了 所以你看永远 这种东西都是少数人推动的 但是呢 他们推动起来 那个力度是很大的 好 那迪斯尼还公开表态说 他说这条法律 永远本来就不应该是通过的 哇 我觉得这么说实在霸气 迪斯尼公司 你可以干预立法吗 你要知道 所有立法的议员们 他们是由人民选出来的 而你们迪斯尼从来没有得到过人民的选票 所以其实呢 这些私人企业不应该来干预立法 是不是 然后他还说 他说这条法律也不应该被签署通过成为法律 就是说他们还要干预州长的权利吗 迪斯尼也说 他说作为一家公司 我们的目标是要让这项法律被立法机关废除 或者是在法庭上被推翻 我认为这句话是很有问题的 因为作为一家公司 你们应该做的是制作好自己的节目 而但是现在呢 这种私人企业啊 好莱坞明星啊 全部都以越界为荣了 大家全部都要去政治里面插一脚 当然所有人都有权去参与政治 关心政治啊 但是呢 每个人应该要做好自己的岗位 然后呢 就是你有言论自由来发表自己的意见 但是像迪斯尼所做的 跟现在很多大企业 科技公司所做的都是一样 他们是插手进去 积极干预 就不再是什么言论自由这么简单了 他们是在破坏别人的自由了 然后迪斯尼又说 他说我们将继续支持 致力于实现这一个目标的组织 就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 如果要去推翻这一条法令的话 我们就会支持他们 我们致力于捍卫迪斯尼家庭里面的LGBTQ的成员 还有佛罗里达州和美国各地的所有LGBT人士 他们的权利和安全 所以他们是积极干预 那这份声明发表以后呢 在几天以后就有了迪斯尼的股东大会 在股东大会上面 这个迪斯尼总裁 他就宣布说迪斯尼呢 要向人权运动和其他的LGBTQ的组织 资助500万美元去帮助他们 那现在美国所谓的人权运动 那绝大部分都是要么是帮助LGBTQ 变性人啊或者是黑人啊这些的啊 已经不像以前这样 真正在帮助那些弱势的受压迫的人了 还有呢迪斯尼说他那个CEO 说他要跟州长Ron De Sanders见面 来讨论迪斯尼对这一条法律的担忧 所以就是说他要很积极的直接去干预 那然后呢迪斯尼旗下的公司Pixer的员工 又在发一封信 你要知道左派他从来不会满足于一个小小的胜利的 他们一定会乘胜追击 所以Pixer员工呢又在发信 要求他们自己的老板呢 要求迪斯尼公司撤回 对所有支持这条法案的议员和公司的财政支持 要知道这些议员呢什么他们都可以得到政治上面的捐款和支持的 谁如果支持这条法案就撤回迪斯尼对他们的所有财务上面的支持 多么的狠啊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议员慢慢慢慢会放弃原则放弃立场吗 Follow the money 还有呢Pixer员工还要求迪斯尼采取果断的公开立场 反对这条法案和任何其他的类似法案 这封信还声称呢 他说迪斯尼公司的高层管理啊 一向来会打压我们同性恋的感情的表达的啊 我们Pixer是创意团队 所以确实在创意团队里面特别多LGBT的这种成员 那他说呢我们的我们一直提出抗议 可是我们的感情是受到打压的 这个呢完全是不符合现实的啊 现在我们其实稍微注意一下就知道 只有反对或者质疑啊 没有人反对同性恋 现在谁敢反对同性恋 稍微质疑一下说或者是不认可 或者不热情歌颂LGBT的才会受到打压啊 然后最近呢我们又看到迪斯尼的 有一位所谓的多元化经理啊 他说啊以后在迪斯尼乐园里面 他们的那个announcement 他们的公告就会取消 先生女士男孩女孩的称呼 全部都是就是取消任何跟性别有关的称呼 所以这个就是迪斯尼的越来越激进的一个立场了 所以有人我看到网上有人说啊 美国怎么说也是一个包容同性恋的社会 我虽然不赞成同性恋 但是我愿意住在一个懂得包容同性恋的社会 说这样的话的人你还活在现实中吗 你要知道啊 现在大家还以为美国有言论自由 对在网络上你可以说F F就是英文的那个粗话 F Joe Biden F Justin Trudeau F这种政治人物 对你还可以F 但是你试试看去FLGBT 你试试看去F黑大哥黑大爷 所以对于同性恋 对于LGBT 现在不是包容不包容他们的问题啊 而是已经绝对不容许提出 任何一点点冒犯他们感觉的话了 你连称呼先生女士 爸爸妈妈都可能冒犯变性人 或者是性别混乱者 所以都要取消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比如说啊 三年前的奥斯卡 就请了一个男星 Kevin Hartz来主持 结果人家发现 他在十年前发一条推文说 我很害怕我的儿子将来会变成同性恋者 结果取消他的奥斯卡主持人资格 还有JK Rowling 只不过是赞成说 男人是男人 女人应该是女人 这样他也被cancel 被取消 所以现在是 不是什么包不包容同性恋 而是你赞美他们 赞美的不够都不行 你膜拜LGBT这个运动 膜拜的不够都不行 这就像对待乌克兰一样 没有现在不是说你反不反对乌克兰 你不称泽连斯基为英雄 你不膜拜乌克兰 你不支持乌克兰 支持的不够都不行 或者像之前 你对黑人黑命贵运动 支持的不够都不行 都是同一码事情啊 所以呢这个就是 现在的这个趋势了 根本就不是 他们不是什么弱势群体 他们是强势的不得了 完全是以一种像 宗教教主一样的姿态来出现 强迫他们来膜拜 而且这种大企业是 完全一面倒的 站在他们这一边的 好所以现在问题来了 迪斯尼也公开表态了 而且呢迪斯尼 我们早就知道迪斯尼 肯定是赞成同性恋的 因为在之前 他们的那个冰雪奇缘的下一集 都要让里面的公主搞同性恋 可是后来这个反对声音实在太大了 就就没有做啊 所以他们早就想要推动同性恋了 但是现在呢 他们所做的是什么 他们开始公开反对一条保护儿童 被同性恋和性别混乱来灌输的 这样的一条法令 所以他们是更积极做得更激进了 而更甚的是他们积极去推动 取消男女性别这么激进的极左意识形态啊 要知道迪斯尼一向来代表的是一个 健康正面有爱欢乐很纯洁的一个品牌啊 迪斯尼陪伴了多少人的成长啊 那我自己我小时候就是看迪斯尼卡通长大的呀 很喜欢看的呀 那我的孩子呢 也是看迪斯尼卡通长大的 看很多迪斯尼卡通啊 那但是如果等我有了孙子的时候 恐怕已经不能够由迪斯尼卡通 去陪伴他们长大了 那这意味着什么 那就不看就不看咯 没那么简单啊 你知道像迪斯尼这样的品牌 他其实远远不止他自己的一个迪斯尼品牌 他们已经慢慢慢慢透过收购 合并合作 已经成为一个王国了 其实有很多我们在看的节目 我们看的电视电影 都是由迪斯尼所拥有的 就像可口可乐也是很多的食品啊 饮品啊都是可口可乐所拥有的 他们这些现在的私人企业 远远不只是不满足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市场份额 他们真的是要占据所有的市场 要得到了他们这一个行业的几乎是绝对的掌控权 比如说迪斯尼有些什么公司是安德 是在迪斯尼旗下的 比如说美国的ABC News 这个是很很重要的一个主流媒体 主流新闻媒体 还有ESPN 迪斯尼拥有80%的股权 它是最主要的一个播报体育消息的一个平台 还有呢 Touchstone Pictures 还有Marvel Lucasfilm A&E The History Channel 就是那个历史平台 Lifetime Pixer Pixer就很出名啊 制造制作那个动画的 Hollywood Records Vice Media Core Publishing 这些名字呢 有些听过 有些我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我知道 他们的制作都是非常非常的深入明星的 那他们也成功的打造了很多更加深入明星的品牌 比如说Star Wars 那个香港翻译作星球星际大战什么 还有的Muppets 那个青蛙 还有那个猪小姐啊 也是很出名的 The Marvel Marvel也是我的孩子很喜欢的 Disney Princesses 那些迪斯尼的各个的公主的那种角色啊 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很喜欢买有那个公主在上面的衣服啊 裙子啊 这些 还有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Narnia那个也是 其实它是基督教 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 Narnia原来也是由迪斯尼来拥有的 Pirate of the Caribbean 就是那个加勒比海海盗 Pixel Films 所有Pixel的动画片 还有Winnie the Pooh Indiana Jones 就是夺宝骑兵 这些都是迪斯尼所拥有的品牌 他们都已经发展成各种的商品啊 玩具啊 还有有时候你去那个快餐店里面 买一杯饮料 它的杯子 它的包装 都是这些 这些卡通形象 这些都是迪斯尼所拥有的 那你说 你只是关掉电视 不让孩子看 看这些迪斯尼卡通 那其实远远不止啊 你去玩具店里面 你去书店 你去甚至快餐店 甚至外面很多的商品 衣服 你基本上 简直就是逃不了迪斯尼 对你孩子的灌输和影响的 所以很多人现在就在说 我们要抵制迪斯尼 当然 我绝对同意 我们应该要抵制他们 但是呢 我可以说他们是不怕的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已经占据了 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你抵制不了那么多的 他们太大了 too big to be shaken 你撼动不了他们 那而且对我来说呢 这不是一种抵制 这是自保啊 比如说 你明明知道这个是毒药 你还会为你的孩子去吃吗 你明明知道这家餐馆 是用地沟油来炒菜的 你还会带你的孩子 去这家餐馆吃饭吗 所以呢 不看迪斯尼 尽可能不买 不沾 这个是应该的 但是我知道迪斯尼 这种大企业 他们是不害怕的 所以你看我们活到现在啊 学校要退学啊 越来越多的父母亲呢 已经是在家教育了 那现在迪斯尼也不看啊 很多的电视节目 那连ABC啊 这些电视台难道也都不能看 那还活不活啊 还怎么生活啊 确实确实是不容易的 其实我觉得是应该做的 而且很可能是好事 但是呢 要重新适应 就是说 其实我们活在这个大 我是在新加坡啊 跟在美国一样 都是大城市 都是现代大都会 其实像我们这样 活在大城市里面的人呢 我们依赖这种大企业 已经是太久了 依赖到一个程度 连养育孩子 孩子的娱乐 我们自己的娱乐 还有孩子的 课余的时间 甚至包括孩子品格的培养 我们都依赖迪斯尼去做啊 因为我们对迪斯尼很放心嘛 就觉得啊 你多看迪斯尼就学习有爱啦 他们都是推崇这种家庭啊 友情啊 都是很好的嘛 所以我们就把孩子 就交给迪斯尼来教养啦 希望多看迪斯尼 他们就会变成活泼可爱又乖的 有爱的孩子 那其实这种依赖心是不对的 因为你有了这样的依赖呢 这个狡猾的迪基督 他就利用我们所依赖的东西 来控制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 就好像大家都依赖民主制度啊 民主制度好啊 民主自由好啊 西方民主国家好啊 就是好 结果呢 迪基督就利用这么好的 民主的思想 民主自由的这种体制 来破坏真正的民主 破坏道德 破坏传统 更重要的是破坏基督教信仰 破坏西方文化 所以一样的 迪斯尼他也是西方文化底下的一个产物 但是因为他很好 好到我们去依赖他 信赖他 所以迪基督就利用他来破坏 我们下一代也破坏我们自己的生活 所以呢 迪斯尼这种商业王国啊 这种企业王国 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控制美国 乃至控制西方 也可以说是控制整个世界啊 因为其实整个世界 我们在东南亚 我们都是按照美国的主流文化 来消遣啊 来来生活的 所以呢 他们所控制的真的是整个世界的方方面面啊 这个帝国已经是那么的巨大 以致呢 像我们这样子 这些松散的客户 我们这些消费者啊 已经完全无力抵抗了 以前都说顾客就是上帝嘛 虽然我是不认同这句话 但是现在呢 顾客完全已经不是上帝了 其实我们还以为自己很有权利啊 其实我们的权利 因为他们已经太庞大 我们的作为消费者的权益 早就已经被他们absorb 吸过去了 所以这些企业呢 他们现在是致力于全球的大重制 要打造一个全球政府 他们就出力去推动这样的进程 推动这样的理念 所以他们跟这些敌基督的政客 极左的政客们 恰好呢 他们就有这种利益上面的互补 可以说就是狼狈为奸 在全方位的推动世界新秩序 要打造一个当代的巴别塔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我确实觉得我们很渺小 我们能改变他们吗 似乎是改变不了的 但是首先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我们应该要是时候改变自己的心态 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了 不要再盲目的去相信 以为这些大企业都是正义的 以为西方世界 西方的政客 依然是充满着善意和正义的 所以呢 这种大企业 他也是为我们好的 以为他们向我们推销商品啊 什么都是为了大家的利益 因为一个在一个健康的商业世界 就是win-win situation 就是说他们来造福消费者 消费者也就付费给他们 那win-win 大家互惠互利 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 现在已经慢慢慢慢 这种健康的资本主义的 一种运作呢 已经被破坏 被改掉 成为一种top down 一种大政府和大企业联手 来控制消费者 控制韭菜 批民 这样的一种状态了 只是很多人还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改变自己的心态 不要再盲目依赖政府 依赖大企业 依赖专家 依赖学者 依赖教育 依赖这个主流媒体 来为我们的头脑 为我们孩子的头脑 不要再去依赖他们了 我们也要减少 自己要减少对于物质 和娱乐的依赖 那个 达沃斯经济论坛 有一句话叫做 You own nothing and you will be happy 这句话绝对是错的 你什么都不需要拥有 而你会很快乐 不对 这句话当然不对 但是也不要陷入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无度的想要拥有很多 一直去追逐物质 娱乐致死 那也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要有私人的产业 我们应该要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 但是我们不要过度依赖物质 不要娱乐致死 不要形变成一种 那种享乐主义 所以我们要知道 对于我们自己来说 对于孩子来说 最好最好的东西就是亲情 孩子的成长 对孩子成长最好的东西 其实就是父母的陪伴 那父母要陪伴孩子成长 当然要牺牲赚钱的时间 牺牲自己娱乐的时间 去陪伴孩子 还有呢 比起迪士尼卡通来说 其实对孩子最好的熏陶 就是大自然去玩耍 跟孩子跟父母一起啊 去野外去放风筝 去钓鱼 这个是最好最好的娱乐了 所以而且呢 那品格培养呢 最好的品格培养 其实就是基督教信仰 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孩子 建立他们在这个圣经教导 我们教养孩子 就是要把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 所以建立他们的信仰 当然也要言传身教 有了信仰 在信仰的前提底下 打造他们的道德 品格 然后就自自然然可以培养出 有意志 有责任 有能力的孩子 那学业老实说也差不到哪里去 我以前是做那个 婚姻和家庭辅导的 我自己三个孩子 真的都是在基督教的恩典里面 养育他们 我觉得非常的优秀 不是最厉害的那种精致的学霸 但是我觉得他们健康正面积极 有很多很多的缺点 但是起码很健康 是吗 所以我们在信仰里面 可以培养出有信仰 有道德的正直的青年 那就是对这个社会很有用 也是对孩子来说 也是最有福气的一种生活方法 而不是要追逐什么名校 追逐这种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不是 甚至千万不要 千万千万不要容许 敌基督透过现在的这种极左教育 极左的大企业 极左的媒体 来灌输我们的孩子 抢夺我们的孩子 透过敌基督方方面面的渗透 培养出那些自私自利 懦弱 甚至男女性别都分不清楚 甚至是仇恨上帝 仇恨国家 仇恨传统 仇恨父母亲 这种不懂感恩的左派的怪物 如果你突然之间发现 小时候非常可爱的孩子 现在变成不男不女 鼻子穿动 这里去纹身 这里全身纹身 然后说要变性 那是多么的伤心啊 做父母亲的 难道真的想要看到孩子变成这样吗 那现在连迪斯尼 这种这么健康 曾经是这么值得信赖的企业 都已经站在敌基督这一边 要来抢夺我们的孩子了 所以真的 是时候我们即使改变不了他们 我们都要改变我们自己 当我们不再依赖他们 不再盲目的信任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拿我们没有办法了 好这里是寻经问道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